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介绍这位日本男演员是俗称的坏人专用户 怎么说呢他出道的时候演一些冷血的杀人魔 让大家不含而栗 但是他的形象跟演技又非常的多变 后来竟然就洗白了成为粉丝心中的理想的老公 然后今天的角色也非常多元 包括刑警 人医 戏路非常多变 你想知道是谁吗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明镜神秘面纱的视频人弗洛阿德 阿德要先鼓掌欢迎 我们好久没见了 对啊 各位听众我们好久没有在现场见了 要不要先拥抱一下 应该不行的 疫情的当下 对 请保持安全距离 对 那现在电院也开张了 可是呢 为解封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如果真的要去戏院的话 口罩还是要戴好 对 而且就是在里面不要饮食 而且当然电影院都帮你排好梅花座了 所以请大家不要随便换座位 而且要讨论剧情的时候 请看完电影再出去讨论吧 男女朋友稍微忍耐一下 在里面就不要这样子抱在一起了 对对对 好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位明星 坏男人 可以这样形容他吗 看起来啦 坏坏的气息 其实他的私生活 也够得上坏男人这个字哦 对 那就是水瓶座的林野刚 那他长相呢 也跟水瓶座一般比起来是差不多的 就是不是帅哥 但感觉就有点魅力 但是性格又有点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所谓的外星人啊 性格有点古怪 然后他的人生也是曲折离奇 到底有多曲折 他其实小的时候是田径选手耶 甚至拿到这个全线的冠军 然后后来咧 后来他怎么会走上演绎这条路啊 对 他就是一个怪咖嘛 对 那人家都认为说 哎 你在这种中学田径800公尺里面 居然拿到全线冠军 而且到高中的时候 你甚至是全线第二名 就是朝这里发展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怪胎 他在2000年的时候高中毕业 他自己就决定带了10万块钱 10万块日币哦 10万块日币 10万台币我都觉得太少 他带10万日币就去东京了 就去东京 而且他去东京的路是 你知道他怎么走吗 他才高中生耶 他居然沿路就举起手 搭卡车司机的便车 卡车司机开到哪里 他就到哪里下车 然后再搭另外一辆 这不是美国才会上演的情节吗 他应该搭新感线吧 他没钱啊 他没钱啊 那他到了东京之后就开始打工 因为他的外形就是蛮酷的 就还蛮有一种特别的氛围 于是呢 他就是应征了一些平面的模特儿 当然电视模特儿 或者广告模特儿 他可能还当不上 那他自己又在搞独立乐团 你知道其实他很喜欢作词作曲哦 那他就搞国立乐团 可是国立乐团都一直搞不起来 然后之后红不起来 直到2003年 他终于有机会演出了假面骑士 假面骑士终于争取到一个角色 但听说他在试镜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哇第一场戏 只有短短的30秒 这个导演要他重来了23次啊 对那一直NG一直NG 天啊 对可是你知道吗 一般的其他11个星座 可能都感到很挫败 或者是甚至呛导演 或者说算了老子我不演了 对可是他不是哦 他居然非常的感动 他觉得石田导演是在调教他 所以呢他把导演视为他的偶像 还是他的恩师 而且他本来只是想说来客串一下赚点钱而已 他只是为了赚钱 没想到他因为石田导演这样电他23次以后 他决定我要当演员了 真是一个怪咖 而且第一个角色他就非常的大胆 因为大家可能都想演那种好人啊 或者说英雄啊 但是他选的是一个冷血的反派 因为那时候也不能选啊 就是没名的人都是要演反派 但是就是其实他本来只是想要去赚钱 可是后来他却觉得导演给他的提点 让他觉得演戏对他来说充满了挑战 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他的独立乐团 然后改了专心去演戏 全心全意朝这个演艺圈来迈进了 这跟他小时候的个性是不是也有关啊 我在找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 发现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听说他小时候 他曾经在家里头外面的岩壁上面挖洞啊 对 我只听说这么凿壁 然后让光透进来可以念书 他就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 别人问你说 你到底是要干嘛是要找什么东西吗 他说不是啊 他是只觉得挖洞本身就很有趣 对 这就是水瓶座难以被地球人理解的地方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将来就一心一意 就往演艺圈这条路就继续的迈进了 对啊 而且是在遭受别人对他的的NG 那么多次以后 他居然就萌生的热情 好那刚开始第一个角色呢 就是演这个反派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是不是变成坏人的专用户啊 没有啦 他当时也2006年 他也演过电视剧的亲爱的贝斯啊 对 等等的电影 但那个也还好 可是2009年 他演的热雪高校第二集 因为他的外型不是属于 那个日本的花美男啊 那他比较有一点个性 然后眼睛又小 看起来有点凶 所以他就在热雪高校里面居然饰演一个反派狂战士 是 对 但是那时候就受到了好评 因为热雪高校系列是很受欢迎的 对 可是走出了校园 他也接一些像什么黑社会的骗子啊 然后呢 包括这个扮演什么刑警骗之类的啊 里面这些角色都是那种很会打的 就尽管看起来非常冷酷 但是感觉这个动作戏也蛮多的 对 而且他还在日本好像得过一个什么动作 演员讲 是 就是不知道哪出戏里面 人家觉得他拍得很好 很卖力 对 那当然呢 其他他演一些 比较让他有一点名气的 比如说是沙子的洋装店 那是那个NHK的陈间剧 有150集 但实际上他只演了三个礼拜 可是这个形象跟他 以往像什么极恶形式啊 飘扁男子汉里面的形象不太一样 对他演的是一个裁缝师 然后跟女主角维也曾千子 有一段感人的恋情 但他很快就领便当了 是 好所以说他戏录 其实也有一些变化 从早期呢都是演一些反派 演一些坏人 到后来呢 也演一些比较内敛的角色 可是他也尝试过同志的角色 对因为他虽然是个子不算矮 但他有一点颓废 然后眼睛有点小 然后但是呢 这个整个脸的那种线条 不知道为什么让人家感觉到 就也是有点阴有 于是他在2016年 跟这个杜鞭谦啊 七夫木冲合演的那部《怒》 然后这部电影里面 他饰演的是一个同志 他跟七夫木冲就是相遇 然后两个人相恋 但七夫木冲不敢出柜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 那种恋情是见不得光的 可是当时之前发生过一个凶案 然后那个凶手还在讨 后来七夫木冲就怀疑 这个来路不明 我在同志这种圈子 认识的这个陌生人 也是我的爱人 难道他就是那个凶手吗 对所以他精彩的演技 以及他们两个人大胆的床戏 然后让他荣获了 那个日本的两个重要的 最佳男配角奖 哇那其实他也演过一些古装剧 包括神剑闯江湖 还有庞克武士 但是我们后来要推荐的这一部呢 阳光只在这里灿烂 他饰演的是一个工人 这个工人呢 感觉好像发生过一些事情 有着非常痛苦的过往 然后呢心里面有怀着愧疚 然后跟这个女主角啊 两个人这个相恋相知的故事 其实也蛮精彩的 对他演的是砂石场的监工啦 那有一次监工有一些失误 所以发生了那个砂石场的那种 坠落的事件 然后于是他的好朋友也死了 他就怀抱的愧疚 然后就到放逐自己 然后酗酒 没想到他遇到了一个女生 跟他的弟弟 然后那个女生呢 他非常的悲哀 做人家的小三为了钱 为了要养家里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 然后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 然后他们两个就产生了那种 两个很悲哀的人之间的那种悲伤的恋情 同是天涯沦落人 对 然后这部电影呢 也让这个林野刚拿下了 大概有七个电影的最佳男主角奖 好那这个礼拜呢 阿德待会要介绍 影音平台上面的一个串流新电影 林野刚他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次演黑道 对 算是他的老本行是不是 对对对 完全不像他演科学小飞侠 里面演二号大名的角色 待会来介绍这一部 家族极道物语 店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影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店小二碰到影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service 好现在疫情为解封 餐饮不能内用没关系 我们现在呢 只要你打开这个APP 打开收音机 甚至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都可以收听收看 电影一下就上瘾哦 我是节目主持人费夫 也欢迎大家呢 赶快加入费夫的粉丝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 中广主播曾武卿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继续请到影评人 弗洛阿德来到现场 来聊新片哦 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黑寡妇 我们先留到下一段再介绍 先来介绍这个影音平台上面呢 风格迥异的两部片子啊 那第一部片子呢 是日本的黑社会的片子 家族极道物语 黑社会其实台湾香港 美国的好莱坞都有拍过了 日本的黑社会 给阿德的形象是什么 你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不太知道 就是知道那个大名鼎鼎的三口主 哦对对那当然三口主呢 能够一直就是在日本社会持续成为 第一黑帮 然后当然他们应该也对他们的政府 就是有不少的政治现金 那个地位就好像意大利的黑手党之类的 对那其实在这个家族极道物语啊 里面这个林野刚呢 他就从一个少年 结果呢就演到 演到大概中年的年纪是不是 对演到他出狱 然后这时间是从1999年 横跨到2019年 也是号称从平成到令和 那他是怎么样被这个黑帮老大吸收的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混混 因为他爸过世了 然后他整个头发都染成金的 而且呢从外套内那个里面的衬衫 然后到裤子全部都穿白的 哎呦这么趴啊 然后骑了一个摩托车就到处 就是跟另外两个同学两个三个好朋友 就是骑了那种那种叫小绵羊吧 对那就是在这种街道上 逐骑士啊就日本的逐骑士 就是这样穿梭 然后看到黑帮在卖毒品 他就很火 因为他最讨人家吸毒 是然后所以就给人家 就是把人家打了一顿 然后抢走他的包包 然后钱就三个人分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 这毒品他最讨厌 他就把它丢到海里 没想到这毒品都是有上游 来提供的 然后上游的黑帮就红火 就找到他就要 差点要了他的命 还好他之前曾经在一个烤肉店里面 吃烤肉的时候 救过一个黑帮老大 这么凑巧他救了这个老大 那结果后来就加入了这个组织 没有没有就他救了那个老大 但是他偷了另外一个黑帮的钱 所以呢这个老大就帮他摆平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正式加入这个黑帮 而且我看到这片 我真的日本的连黑道都很多里 他们就还进行了一个很正式的收养仪式 就是这个老大收他为养子 然后他们的那个场面 全部的人都都是穿的正装 不是和服就是西装 然后做成两排 然后还要还要敬酒 然后那个那个墙上还挂着说某某某 收某某某为养子的典礼 所以跟台湾这边好像又不太一样 台湾这边就是可能黑社会穿的比较血液一点 这么假脚托 他们是很讲究礼数的 他们在收益子的时候是很讲究礼数的 对我还以为他们杀人前还会说 すみません 然后就砍进去 没有啦他是没有这样演 可是后来他怎么会帮他这个义父 是帮他去敦苦劳啊 没有啦这个林野刚所饰演的这个贤智 那他本来他是 就是我们刚好说他的义父是最大的 那但义父年纪稍长了以后 当然会摆一个二当家 然后二当家呢 就是因为要帮他们这边也是林野刚的小弟 就是有一天大哥出去跟贤智一起 然后林野刚的小弟也不是小弟啊 就他朋友就开车 结果后来有人要另外一个黑帮要暗杀的大哥 然后他跳到大哥的身上挡住 但他的朋友开车的那个就死了 那于是二当家就很火 结果后来贤智本来要去报仇 没想到二当家已经先到了 他们就杀了另外一个黑帮的二当家 所以呢这个贤智就说 你去照顾老大我来顶罪 哦这样子啊 对然后可是在这之前呢 他其实有认识了韦也曾千子 就是我们刚刚说 他以前演的那个电影大和剧里面 他们两个又再续情缘 在这部电影中韦也曾千子演的是 他们夜总会的小姐 哦所以呢故事进行到这边 所以他就是进去监牢里面服刑 那服刑之后呢 他服了多久啊 14年啊 对 这么久啊 对对对 然后他出狱以后呢 这部电影又回到日本电影的正道了 告诉大家 好坏人不能坐 我黑道不能走啊 浪子可以回头吗 经过14年之后 不是他出来之后 哎大哥派人去接他 结果他发现 啊我们黑帮现在怎么变那么穷 是 就是他们居然去捞那个 晚上要去海边捞鰻鱼尾 蛤 鰻鱼苗啦 照理讲黑社会不是去收收保护费吗 没有啊 因为日本政府经过了扫黑 因为这部电影很政治正确 他就说日本政府进行了扫黑 在他入狱的这14年里面进行扫黑 所以呢 当初跟着他的小弟 很多人都为了要有正常的家庭 他就是说你当过黑社会哦 你以后至少要五年的革新期 在这五年内 你不能办房贷 不能办车贷 然后也不能办手机 你等于是社会给你五年的观察期 看你是不是一个真的重新做人 就是一个洗白的过程 才让你重新做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时代在变哦 时代在变前 对所以他非常的可怜 他就发现说 一切都实不我语 而且他最近养的这个养父 居然就得了癌症 就已经快要过世了 然后养父跟他说 你赶快离开黑道吧 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搞头了 而且一天到晚就是很穷 还要去捞蛮鱼苗 而且社会对于这些 曾经是黑道的 这些人是不是也带有一种歧视的眼光 对对对非常 我刚刚有说嘛 他们不能办任何贷款 也不能够 就是你的户籍上就是会有记录 那于是呢 他就跟他以前已经洗心革面的小弟 他在类似那种工地工作 他就去了 然后甚至也找到了韦也甄签子 然后才发现韦也甄签子 现在变成公务员 而且还帮他生了一个女儿 当初就只有那一晚的接触 居然就怀了女儿 然后他讲说洗心革面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去当工人 没想到呢 他的过去还是被揭发了 于是 哎 韦也坚真子被公司 而不是 被那个政府机关逼 说你怎么可以跟黑道在一起 哇 然后女儿也在学校被人家排挤 就不仅自己有事 只要跟你扯上关系的人 都会被歧视 对对对 所以三人戏服 脚家庭就破灭了 好 那我们最后给家族 集到物语一个电影指数吧 日本脚头 悲歌三颗星 就看这个林野刚 从一个少不更式的一个少年 一个恶棍 小混混就演到 宝金风霜的老手 他到底可不可以重新做人呢 好 接下来我们换个口味 应该算是比较好玩的片子 有求必应日 算是家庭喜剧啦 对 因为像刚刚林野刚说 他为什么对于这个黑帮 这么忠诚 他告诉人家说 因为那个黑帮让他觉得 那像家人 Family 对 然后他在里面片中 也是后来晚年的时候 也不是晚年啦 就出狱之后他很感叹 他说 我好想当个普通人 我只想要用一个 普通的幸福家庭 那我们再看看 幸福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求必应日 对 里面这个家庭呢 看起来是很正常 但是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 对 好像爸妈 只要你当了爸妈 通常就是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面对小孩子 一定想说 爸爸妈妈 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通常都会回答一个字 No 或是中文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你不能 你不能去做 不可以去碰 不可以去碰瓦斯武 不可以去痛什么 不要跑那么快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不不不不不 所以现在要改变了 有求必应日就在讲说 这对父母 他们是现在变成yes了吗 对 因为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珍妮佛加纳 对 那她在现实中也有三个孩子 然后在电影中也有三个孩子 真的很恐怖 那我相信她演这个角色 一定是非常有共鸣 那她其实片头一开始 是非常快速的讲 她年轻的时候 怎么跟这个 她的老公认识 然后她老公比较属于 比较呆板的 然后她是属于 勇于冒险 她常常说 我们去攀岩 我们去怎么样 然后她老公就跟她去 然后就吓着半尺这样 那她们 她的以前的生活 都是yes yes yes 可是自从她生了小孩以后 然后怕小孩危险 或小孩玩手机 沉迷于平板 她就天天在家里担任那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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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就是以前那个非常积极进取 有上进心 有冒险精神的女孩不见了 现在是一个老妈子 对 就是一天大晚担心 发生什么危险 而且号称是一个小时 她就可以说50次的no 一个小时50次 一分钟就一次啊 因为她有三个孩子啊 对 他们会分别干不同的事情啊 所以呢 她就是在小孩的眼中 她是一个无趣 而且可怕的妈妈 就是个转 总是一直控制她们 结果有一天最崩溃 是开家长会的时候 对 然后老师给她看了一个 她儿子她的鬼灵精怪的儿子制作的一个影片 嗯 她的影片说世界上有很多独裁者 然后就放出史达林 嗯 还有希特勒的照片 她说还有一个 我家也有一个 那就是我妈 天哪 本来是一个非常慈祥 应该是一个慈母形象 现在变成跟其他的独裁者 并列在一块啊 对啊 而且是历史上有名 这是多大的震撼啊 对 所以妈妈非常崩溃 然后这时候学校有一个老师 就跟她讲说 我家有六个孩子 但是我跟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而且孩子都很自立自强 都很自动 那她现在想要改变了吗 对 那个老师跟她说 我的秘诀就是 我们家有一个叫yes day 就是有求必应日 就是那一天 有一段时间 我们就有一天定了 全家就是有求必应日 那天小孩提出任何的要求 有爸妈都说yes 绝不说no 然后呢 只要有这个yes day 小朋友之后都会很乖 所以呢 她想要来一天咯 来试看看 对 她就想说好吧 反正你们居然形容 我是独裁者 那好吧 那我就来个yes day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看跟小孩的关系 会有改善 那结果当然就是鸡飞狗跳了 对 当开始应该也是蛮有趣的 比如最小的女儿 就会说 今天早上第一天 yes day了 你都要说yes 她起床女儿就帮她化妆 然后把亮片把她脸都切得满满 然后爸爸他们就把给爸爸穿那种超人服 然后等等 然后说好 现在你们就出去 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然后那天不能拒绝 对不能拒绝 因为那天都要说yes 对 然后一路上就有好笑的啊 等等的情况 当然也有恐怖的 当然就是最后 就会让人家发现 你小孩居然在家里开派对 然后他们把所有 把朋友都找来 然后三四十个小朋友在里面闯祸 然后喷泡沫 然后整个家里连马桶都喷出来 其实蛮像美国那种 讲那种家庭价值的喜剧啦 通常到最后 这一家人 他们在经过危机之后 会变得更加的环节 更加的信任彼此 那我们最后给这个 有求避孕日一个电影指数吧 yes day是爸妈的头痛日 四颗心 然后这部电影也献给所有 在家上班要跟小孩缠斗的父母 对 现在应该还是处在崩溃的状态吧 对对对 好漫长的暑假 好 大家期待已久的黑寡妇 终于要上院线了 我相信有很多的漫威迷 都在期待这部电影 到底表现怎么样呢 票房的表现如何 里面的大动作啊 然后场面特效如何呢 我们待会来介绍 欢迎大家回到 电影下就上瘾 我是中广主播 曾武清也是肺夫 那么今天请到来宾是佛罗阿德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想呢 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听众 都非常期待的一部片 这个疫情哦 对于这个电影业来讲呢 真的是也是熬了很久哦 对 对啊 很多的强片都一再的延期啊 因为根本就没有电影院可以放啊 对 之前是欧美的电影院 无法就是正常营运 对 那我们台湾的电影院是有正常营运 但是却没有大片 对 可是呢 现在是我们的电影院呢 经过了一两个月 然后停业 然后现在呢 终于可以跟欧美同步 然后放映那个好莱坞的强片了 对 那第一部呢 就是黑寡妇咯 那黑寡妇 因为在所谓的漫威英雄里头 女性角色还是少数啦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 女性英雄的形象呢 其实黑寡妇之前在复仇者联盟 相关的漫威的系列电影 比如从钢铁人等等 他都是属于一个真的长得非常美艳 然后身手非常的皎洁 这是打斗啦 那可是他也是完全没有超能力 对 然后跟其他的那些英雄 比起来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应该是说在里面呢 他只是一个点缀的角色 就是啊那么多钢铁人 美国队长都是一些臭男人 那他就是一个 然后里面就是众星拱月的角色 但是他的戏份很少 只是扮演了在这种阳刚气息中里面 带给男性观众一点赏心悦目的角色 的那种效果 但某种程度来讲喔 他也可能是比较贴近一般人的 对 比较贴近一般人 然后最近女力崛起嘛 嗯 像很多的女英雄喔 所以这次黑寡妇 他主要着重的一个面向在哪里呢 嗯 应该说他主要的面向是 黑寡妇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嗯 那不过是没有谈到他跟猎鹰啊 还有跟美国队长啊 还有跟浩克之间的恋情 对 他这里面呢 纯粹黑寡妇也没有什么感情戏 然后这片子的一开始 大家就会看到说有两个小女孩 那他们的妈妈是瑞秋怀之眼的 然后这时候爸爸回家 就像有求必因一样 好像是一个幸福的美国家庭 对 很单纯 然后等到爸爸回家 小孩就很开心啊 跟爸爸讲话 然后坐在餐桌上 然后爸爸说 很抱歉 我们要离开这个家了 赶快收拾你们的东西 我们立刻走 突然做出那么重大的宣布 对啊 本来本来是有求必因 然后后来好像变成家族极道物理 嗯 就是非常恐怖 然后他们就一家四口 就非常的惊慌 开着车 然后嗯 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然后里面居然藏了一架小飞机 是 然后于是妈妈上去 瑞秋怀之担任这个驾驶 然后两个小孩坐后面 然后爸爸呢 就拿起枪 然后后面就一堆警车 要来追捕他们 当时他们年纪多小 他们嗯 那个黑寡妇 他这个纳塔莎 他的角色应该是小学 可能四五年级吧 那真的还蛮小的 那突然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 他真的知道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吗 但这部电影也让大家很惊讶 那这时候瑞秋怀之中了枪 然后手臂中了枪 他就说叫纳塔莎去开飞机 结果纳塔莎居然也会开飞机 这么猛啊 原来 然后结果那个飞机 经过了一番跟警车的那个 这种角力之后 终于他们起飞了 而且你知道目的地是哪里吗 是哪里 到古巴去 对到达古巴 而且下来之后就是有俄罗斯 当时应该那时候应该是苏联了 诶是苏联吗还是俄罗斯 好不管 反正就是俄罗斯相关的这些情报的头子 就来慰问他们 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四个人根本就不是家人 不是家人这也太妙了 他们是间谍 他们是间谍啊 对 然后瑞秋怀之跟里面演他丈夫的 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夫妻 他们都是间谍 都是被训练出来的 对 然后他们 而且瑞秋怀之事实上也是黑寡妇 是 然后呢 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假的家庭 然后在美国进行情报的搜索 对 这是他们的伪装 所以也让我们重新回到 之前我们念书的时候 不是说什么美苏冷战 对 当我们现在是美中之间的对抗 但是在最早的冷战 冷战的形态 其实就是美苏两大强权 可能他们都会互相派间谍啊 去渗透你啊 现在还是有了 不过现在可能网络骇客更厉害 对 那他这里面就演到 后来他们就是被哭哭啼啼 他都跟他妹妹 还有这家人全部都被拆散 那之后我们就看到了 现在我们在复仇者联盟看到的纳塔沙 所以有交代他小时候的过程 没有就交代小时候就交代这一段 后来就长大成人 对就长大成人了 那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有加入复仇者联盟啦 跟美国队长什么都有情况 但是在本片里面 他们只出现在纳塔沙讲的对白里 你不要想在这边电影可以看到 美国队长跟绿剧很好客 猎鹰都没出现 不会出现一些客串的角色吗 我讲错了对然后他这纳塔沙呢 就是自己一个人 那他就是出现在就是因缘际会啦 他就到达了那个布达佩斯 然后呢在这布达佩斯 他久违的妹妹 就也不是他妹妹啦 就是当初他们伪装是姐妹的那个 当年那个小女孩 现在也变成身手皎洁的黑寡妇了 那他就是他跟妹妹重逢 然后两个人一见面就大打出手 因为妹妹怪她说 你当初为什么不叫我 你为什么不把我带走 你怎么叫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把你带走 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有点强人所难 对那所以他们就开始 最精彩的第一段的那种动作戏 终于出现 就是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 两个姐妹先骑的重机 然后之后就变成车子 然后跟模仿大师就进行了 这种街头战斗 街头战斗 他们使用的道具啊 大概有哪些 就是没有啊 就是直接是拳脚 对对对 然后前面是先飙车啦 就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飙车 然后这是在地铁上 他们可能逃到地铁之后 就直接从地铁 你知道那种很很长的手扶梯嘛 他们就直接从手扶梯上滑下去 对 不用礼让其他人的 没有啊 其他人走楼梯啊 走电梯啊 他们是在扶手梯 快速通关 扶手上 扶手上直接滑下去 像溜滑梯一样 表现黑寡妇 他矫健的身手 对 他跟妹妹 但那个 他们之间呢 就是在这种 本来一开始是姐妹打架 后来出现共同敌人之后 他们就忙着战斗 那后来呢 甚至他们想要找到 当初他们那个假爸爸 他们还开飞机 去那个俄罗斯的监狱里面 救出他们的假爸爸 然后又去找假妈妈 就是瑞秋怀茲 然后瑞秋怀茲更惊人了 他是一个科学家 你知道他研究什么吗 他研究什么 他把那个猪 他训练猪 然后他给猪吃了一些药物 或者是训练 结果他叫猪说 过来 猪就会过来 然后叫他坐下 他就会坐下 然后更惊人是 他叫猪说 不要呼吸 猪就憋着 然后他没有下另外一个指令 说呼吸 那个猪就昏倒 因为憋气憋太久 他就专门在进行这种人工试验 这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对 然后没想到他们这样的一个重聚之后 居然 瑞秋怀茲好像是出卖了他们 然后俄罗斯就派 就是派人来把他们四个人都抓走 然后这时候他终于见到了 黑寡妇 当初训练他们的那个非常可怕的 后面的幕后黑手 然后要进行报复 所以最大的反派 最大的反派 阿德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 最大的反派呢 如果说动作戏的话 就是模仿大师 那模仿大师呢 当然当他真面目揭开的时候 大家也会吓一跳 就是我们大家也蛮熟悉的 庞德女郎之一的 来饰演的这个角色 但他戏份不太多 而且他脸有被毁容 对 那另外的 还有一个幕后最大的那种 应该说 武系的话是由模仿大师来执行的 那文系的话呢 就是俄罗斯情报单位的最高手掌 对 所以里面应该也有些什么动作的场面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点 因为讲到这种所谓的英雄 英雄哦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弱点 比方说像钢铁人啊 蝙蝠侠可能是 小时候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 那蜘蛛人可能就是 他的亲戚 亲戚过世之后呢 他对于自己这个能力的掌控 也有一些疑虑 那黑寡妇呢 黑寡妇的弱点觉得是什么 黑寡妇的弱点是第一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被丢弃的器 所以才会被俄罗斯的情报机吸收 然后而且他进入那种情报员的训练的时候 他俄罗斯非常残酷 他把这些所谓的黑寡妇们 他训练了一大票黑寡妇 都是找这些孤儿 要求你要冷血 而且他把他们的那个子宫跟卵巢都拿掉 哇真的很残忍 对那就是黑寡妇一直想要的是 We are family的精神 就像他可能想要的也是一个 就是像有求必因一样 那样的平凡幸福的家庭 对然后这部电影居然变成 他找到他的假爸爸 假妈妈还有假妹妹 四个人一起对抗俄罗斯情报局 OK好所以喜欢这个漫威电影的朋友呢 如果想要支持的话呢 就可以去戏院了 但是要注意防疫哦 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 好那除了黑寡妇 我们待会最后一部新片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画片 对 也是跟美国有关的 对 然后最近7月4号是美国国庆 对OK 对对黑寡妇的电影指数 我差点忘记了 黑寡妇的电影指数 还是要请阿德来公布一下 如果最高分是五颗星的话 你要怎么给呢 黑寡妇们大乱斗 四颗星 在这部电影你们可以看到 我看有四五十个黑寡妇吧 天哪 好待会还有这个两个小单元呢 孤注一支大作战 抢救影片大作战 不要错过了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注上瘾 我是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 曾武清 欢迎大家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呢 搜寻帮我按赞 然后加入哦 那么今天请到的是影评人佛罗拉德 我们接下来讲这部动画片 美国一部电影 这是他的片名哦 阿德你对美国的观感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很强调那种个人主义啦 可是呢 又好像很爱国 他们崇尚自由平等 可是说也奇怪哦 种族歧视在美国 还是蛮严重的事情 对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为了庆祝美国国庆 就是7月4日 那所以呢 就是在美国的那个付费的 影音串流平台上上映 但我们台湾也可以看到这部动画 然后他非常别出心裁的是 他们就是自己来按亏 他们自己美国的建国史 恶搞 对对对 那自己等于是自黑啦 然后非常的搞笑 然后他也是像我们刚刚有说的 复仇者联盟在全球创下了世界 那个票房第一的记录 那他在这部电影中 居然把美国开国国库华盛顿 就变成了像复仇者联盟的领队 对他就变成美国队长 而且这个美国队长呢 就是长得像索尔一样的造型 一头金发 然后很蠢很呆 但是只有肌肉 然后无脑的肌肉男 对是无脑的肌肉男 而且他常常跟人家发生战斗的时候 你知道他武器是什么吗 是什么 电锯 直接拿电锯啊 对就是他这部也是在开玩笑 因为美国最有名的恐怖片 不是德州电锯杀人狂 对 他就是跟德州电锯杀人狂 拿个电锯 然后他只会 就是有体力但没脑力 不是好好跟他讲道理 不是以理来说服人家 没有没有 就是直接拿电锯出来砍 如果有人要攻击他的时候 他才拿电锯 天哪 他是一个很friendly的人 但是他如果要战斗的时候 他的武器就是电锯 所以那个时候的故事背景 就回到当初 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然后英国向北美展开殖民 可是因为当时因为像什么财政啊 税收的问题 他们就寻求独立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故事的背景 对 但是他全部都给他恶搞 而且华盛顿本来根本不想要革命 那是因为他最要好的朋友林肯 跟他在看舞台剧的时候被杀了 最要好的朋友林肯 这两个总统不是有差距吗 对 他就是恶搞 缘分有差距 对 然后本来是林肯是非常有头脑的 他想要推翻英国 对他们不公平的统治 可是林肯就是在华盛顿的眼前 就被刺杀了 那所以呢 当他 而且他是狂喷血 就是那种脖子一直喷血 然后华盛顿还说 你喷到我嘴里了 然后后来他就 林肯就留下遗言说 你一定要建立美利坚综合国 天哪本来是很血腥的场面 经过你这样介绍 怎么有一点爆笑 而且他真的很爆笑 他还告诉你说 美国不是他的国灰上 就是一只老鹰吗 是啊 但是他这里面就是讲说 原来那时候发生了 一些那个英国 在杀美国的革命军 然后结果那个爆炸 然后那个有本来有一只 老鹰飞过去 他是全白的 对 可是因为那个灰 爆炸的灰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变成美国那个 国旗上 下面都是咖啡色的 天哪 对 对 美国的历史老师 可能都会疯掉了 就很好笑啦 而且他说乔治华盛顿 他的复仇者联盟 就是革命者联盟 有什么人呢 有爱迪生 然后那爱迪生 是一个华裔的人 华裔的女子饰演的 他是 是一个华裔的女子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爱迪生 然后他很厉害 他就是担任这部 这个复仇者联盟 革命者联盟里面最有头脑的 他会说我们要用什么计策 然后要对抗英军什么的 然后另外呢 又有传说中 就是美国印第安历史上里面 最强的那个 应该是酋长吧 然后那个人也在加入 他们这个联盟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他也把现在那种 美国民族大熔炉的状况 把他画出来 把他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他们各个出场 都会有一些 让大家觉得非常搞笑的部分 那那甚至他 那个要散战场的时候 华盛顿居然讲说 嘿我们应该 我们是一个team 我们应该来做一件衣服 然后他们就做了 那个有新条旗的 结果后来就变美国国旗 然后大家都想说 重点不是做制服吧 是 但是他觉得制服很重要 对 然后就是有非常多 让大家看了会笑到 完全颠覆我们这些 对这个美国开国 元勋的一些看法 比方说我们讲到 乔治华盛顿 大家印象最深的 应该就是他小时候 砍倒樱桃树 对 可是怎么会变成一个 无脑的肌肉男 而且他就是说 我当时就是拿了电锯 所以不小心砍倒樱桃树 不是因为他诚实 对 也许他因为好玩 他说樱桃树不是自己倒的 因为你知道他喜欢电锯 不小心就把他弄到 这样想有道理 你拿一个斧头 你要怎么砍 就是小孩子 拿电锯有可能 然后他们很搞笑的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对抗英国 因为大家知道 英国就一直给 这个殖民地美国加税 而且最重的那个税 好像是茶叶 对不对 后来就是把茶叶 倒到那个大海里 然后抗议 所以他们这边就讲说 另外一位亚当斯也是这个革命者联盟的 亚当斯居然说 因为我太爱喝 我自己会私酿啤酒 然后他说啤酒太好喝了 我要抵抗那个茶叶 对 就是拿啤酒抵抗茶叶 所以所有的历史事件 在里面呢 完全是用不同的 讽刺的角度来呈现 对对对 然后革命者联盟里面 当然也会有黑人啊等等 所以大家就一起团结 然后一路搞笑 然后甚至当初他林肯死掉 他不是很难过 在阿灵顿公墓里面 林肯的葬礼里面 有一些人来参加 其中居然有甘乃迪跟玛丽联盟路 哇连甘乃迪也来了 对 但他们两个就只有这个戏份 连台词都没有 对 所以这部电影啊 我真的觉得快 就是非常搞笑 甚至华盛顿也有床戏 然后他在床戏的时候 非常兴奋的时候 他配上的画面是 美国发射太空船 然后的发射画面 很有画面的意见 后来加上黄石喷泉 对对对 好像有点蛮A的成分 对 但是非常幽默啦 然后最后还变成NBA灌篮 NBA灌篮 对 这就很难联想了 我要花一点时间 对对对对 都是投篮成功吧 对啊 所以在这部电影就融合了 美国人喜欢的跳街舞等等啊 那就当然 他们最后是革命成功了 但是革命成功的时候 华盛顿上台要讲那种 很感人的那种宣言 对啊 的时候台下的人就突然 美国民众就打起来 有的人就说 我是同志 我该怎么办 然后有人说 我讨厌同志就打他 然后就黑人白人又打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这个 美国国父就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这跟我们印象当中那种 英雄片啊 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太一样 因为照理讲 他应该要发表一篇 感人肺腑的演说 然后全场就鼓掌欢呼啊 对啊 可是他就是要 用这个动画告诉你 美国还是存在了非常多 有关性别战争 然后歧视 然后黑白种族等等的 意思就是说 虽然革命成功了 但是他给你看到 真实的状况 就是你现在看的样子 对 同志 仁虚努力 其实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但是这的确是一部 非常好笑的电影 我觉得邦拉配音的这个人 也蛮好玩的 他请到 查明塔图 他真的就是凶大无脑 所以这个形象还蛮吻合的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这部电影 真的是 就是有非常多美国的文化 包括现代 包括美国发明的 就是太空 就是到太空去探险等等的 这些全部融合在他们的 这个电影作品里面 对一部比较特殊的动画片 那你觉得他带出来 哪些美国现在社会 存在的一些议题呢 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对就是在他片幕的地方 当然前面也是会有 例如他们想要请印第安人 加入他们的团队 然后印第安人就说 那你要答应我 等到建国成功 真的成立美国 摆脱英国以后 把土地还给我们 然后他们就开支票 说好啊好啊 结果后来就是假装没听 没有答应过这件事情 然后这样像那个华裔的 女科学家艾迪森 她也是觉得说 希望美国建国之后 美国女权可以获得重视 然后华裔的等等的 这种少数民族 也可以获得这种 因为我们同样也对革命 有所贡献嘛 但是哎 最后都跳票了 上台以后也是跳票啦 所以她是用非常诙谐幽默跟讽刺的方式 来叙述美国的这样的故事 天哪 我觉得如果现在川普还在任上的话 他看到应该会高血压吧 对啊 而且我看到乔治华盛顿跟林肯一起长大 而且当时英国人把林肯谋杀掉 但他们没有杀乔治华盛顿 因为他觉得他无脑 不用担心他 对他们说林肯才是可以真正的成功的人 好我们最后给这个非常特殊的美国一部电影 一个电影指数吧 第一位美国队长华盛顿登场 搞笑革命史四颗星 今天介绍非常多的芯片 类型也非常多元 但是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马上来进行这个单元 孤注一直大作战 阿德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要推荐送我们250万莫德纳的美国 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世界的好朋友 但是他们建国究竟有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本片呢 把真实历史还有恶搞历史 全部都把它融合起来 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意 会让你哈哈大笑 然后但是在片幕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思考一下 美国所有现在面临的问题的时候 这也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动画 而且我当我看到第一代美国队长 华盛顿出现的时候 真是 好总之让大家可以笑得很开心 好这是阿德的推荐 那接下来抢救影片大作战 要抢救一些即将下档的豪片 比较弱势的好电影 要就哪一部呢 我们想要推荐的是听剑哥在唱 然后这部电影呢 之前在三级警戒之前就已经上映 也获得不错的票房 然后但是因为后来警戒以后就不能上映 那现在重新上映 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部电影是由Ella跟马志祥所主演的 当然片中最动人的是那一群 住在山上的小孩 他们动人的歌声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偏乡教育的问题 他们其实还是面临到 不管是硬体啊软体啊 甚至师资上面的不足啊 还有家庭的问题 这部电影都有呈现出来 因为期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影片人佛罗拉德聊到这边了 希望夏萨德来节目当中呢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还是要提醒大家赶快加入肺肤的粉丝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呢 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提醒您在周末时候呢 电影下就上映在中广新闻网首播 然后如果错过了想要重听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赶快来到YouTube频道 只要在YouTube上面呢 搜寻电影下就上映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这个影呢是电影的影 好今天节目进到这边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